早晨,今天是9月20日星期三 欢迎收看AT开市直击 今早有大话计宴香港研究部策略师 杨允睿Kurtis和谭海运 陪你一起开市 Kurtis,今早大市有什么指点? 今早大市仍然有机会闷局 市场观望着美国的意识 港股方面,可以留意新能汽车股 对,晚一点内地都会公布 市场贷款利率、LPR 市场预期一年期和五年期的LPR 今次会维持在现水平不变 观众朋友,如果你有投资方面有问题 欢迎来WhatsApp给我们 电话是9613-3819 或者下载香港经济日报HKETF 在聊天室里,降低利价称呼和留言 稍后会回答大家问题 现在先看看上日美股的情况 美股向下价道指一度跌300点 美国联储局开始一年两日举行议息会议 美国债息抽升,拖累美股表现 道指低开后一度跌312点 收市跌幅收窄到106点 收报34,517点 标指跌9点,报44,443点 纳指向下跌32点,报13,678点 纳指金龙中国指数跑输大市 跌超过2% 欧洲股市方面是个别发展的 英国股市向上,德国股市就要向下 油价先升后回价,继续在高位培会 纽约旗油收报91.2美元 看看焦点美股,科技股普遍要跌 苹果股价靠稳 Tesla先跌后升,Intel要跌4% 晶片公司Arm再跌4% 是连跌3个交易日的 二与托证券形式在美国买卖的 方网股ADR普遍都要向下 美团和腾讯都比本港收市为低 阿里巴巴给本港收市略高,折合85.5元 汇空给本港收市高,折合61.7元 看看亚太区的情况 日经平均指数组段要跌 跌65点,报33177点 首义织合指数微升5点,报2564点 升来普通股指数跌28点 新西兰50成份股指数跌6点 看看新加坡交易的港股黑企 现在早段也要跌,跌30多点左右 稍后对完判之后 会和大家继续跟进 先和Kurtis谈谈外围情况 香港时间凌晨冷点 联署局会公布议息结果 之后有记者会 市场预期是9月的息口不变 近日油价持续向上 昨天一度高见93美元 报酬一度高见95美元 你相信油价会否令到通胀重新加快 以及从而令到今年底前再加息一次 我们觉得今年年底前 还有机会再加息一次 虽然联署局常常强调 自己看核心通胀就撇除食品能源价格 但能源价格始终会传到其他地方 亦很难令到联署局 如果看到油价这么高 很难只拿着核心通胀或没有变 说服大家的通胀都已经减压了 所以我们觉得今年即使9月份不加息 有机会可能11月的时候 都会再加息一次 尤其是大家都知道巴威尔的作方 即使今次不加息 也很难要求他斩钉截铁地说 今年的加息周期就已经结束了 所以令到市场可能仍然会有怨念 而且另外更重要的就是 无论今年是再加息一次或不加的话 市场看起来的东西 除了利率何时建订之外 还是高利率维持多长时间 因为现在可能遇到 我想我们预计2024年 可能到7月份或之后才有机会掉头减息 意味着其实现在这个高利率的水平 仍然会维持大半年甚至一年的时间 你看到其实债息方面 10年期都继续在4.3年流上 其实都是非常高的水平 你看到5年期的债息 甚至都去到10年以上的新高 这情况之下 其实对环球股市的压力仍然都在 所以就留意着联署局的议息结果 以及会后记者会 都会有些后风出到来 大家到时再判断利息口走势 我们先看看上日港股的情况 恒生指数昨天是先跌后升的 但仍然是收下于18.00点以下 市场观望 美国、英国和日本等多国央行的议息结果 红指在宅福上落 高改11点之后一度跌98点 收市升66点 收报17,997点 国指升26点 收报6,235点 科指微跌2点 报3,984点 大市全日成交缩减762亿 7月4日以来最低水平 北水方面 连续第4日陆德正流入 金额34亿9千万 继续二买入ETF为主 营赋基金有9亿3千万 北水正流入 南方恒生科技股的ETF有2亿3千万 中国平安有2亿1千万 看看正流出方面 中海游持续有北水正流出 金额1亿9千万 理想有1亿7千万 快手有9千万 港股在三个星期以来 第一次未能站稳在18,000点楼上收市 这是周一的情况 昨天早段再跌 低位见过4个星期以来的低位 低见19,832点 不过成交很低 气氛就观望着几个大型央行的议息结果 上次见是7月初 当时就憧憬中央有救市措施出台 当时的水平恒止19,000左右 下半年有机会见到22,400点 人民币有机会回到7算 过去两个月 中央陆续有些政策出台 减了RRR 内房股也有政策上的支持 但没有见到早年的大水猛灌的救市措施出台 人民币也受到美元持续行势的影响 你们会否调整今年的恒指目标 以及人民币的目标价 其实我们在7月底中央政治博会议之后 都在观察了一段政策出台的情况 以及市场反映 当时其实8月份的时候 都已经略略调低了我们的预测 我们觉得今年的高位其实都已经见了 我想恒指比较难点上去22,000点的水平 我们觉得今年下来的时间 可能恒指都是一个大型的上落区间 慢慢都是一级级去看 如果年底的时候去到20,300点 就是之前8月份的位置 已经有比较大的阻力 难点上去之前那22,000点的水平 主要都是因为刺激措施 不及我们预期 也不及市场预期 如你所说 其实中央的刺激措施似乎是倾向慢工出小火 很刻意去避免大水慢灌 但是我们看到经济数据反映 经济复苏就慢慢慢慢地恢复 所以我们继续看回 今年的低位 大约16,800至17,000点 这个位置 已经会有比较强的支持 换言而言之 我们未来的今年剩下的时间 可能大型的上落区间就是16,800到20,300点 最后的位置 即使经济数据稍微看到有些好转 也比市场预期好 好像8月份的PMI那样 就是49.7 但是仍然都是连续5个月处于收缩水平的 你说三条马车大致就比市场预期好 尤其是零售 但是你看到PMI当中 新订单的指数 仍然都改善非常有限 意味着 之后的工业增加值的数据 都很难见到再有大的改善 你说投资方面 尤其是现在都很依赖政府投资 如果集中看私人投资方面 其实8月份按年是要跌0.7% 如果房地产投资 甚至8月份 比头7个月份的跌幅 还要扩大了 所以你说即使有新一轮的指数 我们都见到开始慢慢有效 所以港股你见到近来都回稳一点 但是还是没有什么向上的动力 上一次上来 我们都说过最重要是看着信贷数据 这方面其实我们觉得改善也不大 虽然上星期的时候就突然出了一个新增贷款的数据 例如港股好像就有点刺激了 但是如果仔细去看的话 8月份的新增贷款虽然比市场预期好 但对于整体的存量贷款来说 因为基数比较高 其实只有增长11.1% 8月份对比7月份的时候 其实就没有升过 甚至比6月份的力度更小了 再看M2广义货币增长 其实是低过市场预期 换言而言之其实就需要更加多水才会有明显的帮助 又或者其实现在的放水力度也是不够的 再看那些细数的话 其实再看下去 居民贷款尤其是都是比较弱的 你说8月份居民贷款 比去年同期的增速其实再减慢了 这些数字其实告诉我们 就是未来我们经济接着下来 今年的时间都未必太大惊喜 你说见到现在市场预期 其实全年的经济增长都是5.1% 都很贴近中央的5%的目标 也告诉大家 其实大家已经调整了预期 所以接着下来的时间 没有经济也没有起 是 有这样说 就是你刚才说就是说 今年的阶段 你们觉得已经差不多都见了 但是有这样说 如果是炒上落的话 你们刚才的顶位的估计都超过2万点 其实距离现在又有12%的升幅 如果说真的查阶段的话 现在又有一个入市时机 还是说跌多一点才会比较合适 或者安全一些 你现在现阶段就不是不可以买 但是真的很小心去选股来买 因为你见到一些重榜股 其实表现都不一样 因为市场出完年中业绩之后 我们见到恒指的每股盈利预测 反而就比6月份的时候 稍稍下调了一个百分点左右 下降了百分之一 换言之 其实业绩都不是特别之紧紧合格 刚刚收货而已 所以选股就特别之要严格 还有这些市况之下 其实大家对股份业绩的要求 都特别之严厉的 尤其是如果你见年中的时候业绩 很多投资者都问为什么明明见到数字升幅这么高 但是股价出来都好像没有什么表现 因为大家要想起 今年上半年或者第二季 对比2022年的时候 上半年或者第二季 其实就是中国内地的疫情高峰期 所以即使可能有一个 按年很大的升幅 但是市场都未必是收货 还有现在这些不明朗的市况之下 大家都觉得经济很不明朗的话 除了要求业绩交到功课 还很强调管理层 对未来的下半年 甚至明年的展望 都要做到很乐观 大家才会肯买到股份上 或者在市场上 其实现在9月中了 大市气氛还是比较暖的 即将踏入第四季 昨天跟你谈过第四季部署 其中一个你们看好的板块 都是近日亿史做好的石油股和电信股 但是随着油价上升 其实石油股也升了不少 电信股近日也是跑赢大市的 可不可以说一下这两个板块 你们觉得可不可以在现价高追 以及背后看好理念和逻辑是什么呢 现价来说 比如说石油股仍然还有空间 你见的息率 其实现在最对于股价来说 比如说中海油有9厘 中石油也有8厘左右 所以你如果现在去看股价 都仍然有空间 背后其实都好像刚才说很简单 大家一看过息率都知道 背后的逻辑或者吸引液在哪里 在这些市况之下 其实大家都觉得增长方面 可能都未必找到很多高增长股 所以资金反而会流入一些 比较具防守性的行业 还有可能受到整体经济不明朗因素 影响比较少的行业 找回一些高息支持 找回一些能源股和电讯股 尤其是能源股 其实国际油价近来都很大回升 而且其实外围方面 似乎通胀的炒作主题 又再兴起的话 石油股就在港股当中 就会最受大动的 还有你看到业绩其实一点都不失礼 你说中海油、中石油 其实你看它第二季 或者上半年的业绩的时候 其实油价对比去年同期就跌了不少 你说6月底的时候 或者整个上半年计的话 油价报有可能70至88元左右 对比202年同期的时候 曾经见过130元一桶流上 但是在这个情况之下油价跌了 你看到803或者157的盈利 其实跌幅就相当之 已经交到功课了 803跌了 即是一乘一 857更加业绩 上半年其实纯利还可以升到 而且看到它们除了油价升跌之外 其实都很积极增加增产 在这个情况之下 其实就可以对冲着油价 有机会跌的风险 对了 先说803 其实前几天就破了顶 14.2.8元 但是之后就出了三年音 如果真的有心买 还有像你这样说 是作为一个at least 第四季的部署 叫做一个中期的投资 是否需要等它下10天线左右才买 还是现价都已经是一个非常安全的水平 因为你们都看好油价 第四季冬季会持续上升 我们觉得其实你见到近来 升势的确有点急 你看很多指标 像RSI 如果你除了估值之外 看着momentum 看着走势去做部署的话 我考虑可能等它整固一点 大约你见到之前那支大阳烛的起步位左右 13.2左右的位置 如果有整固搜到这些位置 也可以考虑 是的 电信股方面 你们现水平 觉得是否一个值得买入的时机 其实电信股 其实我们都比较看好 这个行业 现水平其实都可以考虑 也要简单来说 你也是看回息率 中移动其实现在仍然都有6厘流上 还有你看回业绩 其实大数就好像没什么惊喜 都是三大中资电信股 可能大约8-13% 顺利增长 但是你集中看起来 其实云业务表现 就是相当不错的 好像中移动 云业务收入就升到8成 因为在港股当中 很多科技股 你看它当中 就算是小分业务 都交不出那么高的增长 所以对于市场来说 可以说 本身电信股 就已经是一个 就是barbell strategy 一方面有一些 很强烈地留很稳定的电信业务 另一方面 也有一些高增长的 就是云服务 云业务等等 加上有个息率支撑的话 其实电信股在这些门市当中 都可以考虑一下 是的 是什么 这些门是现在 哎呀